拜託任何的訪問辦就請 不要這樣 打個不要Cue我 就連勾肩都不要 歡迎收看今天的 《迷人說生活》 大家好 我是夏了熙 今天來到《迷人說生活》 這一位前輩 讓我們歡迎鄭群哥 嗨大家好 我是鄭群 今天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要來宣傳你的新書對不對 是是是 這本新書修身於我 有時還有小牛 還有小牛 所以修身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私底下你也是直接 我當然不是 那你是什麼 你是爸 當然叫爸 我怎麼可能叫他修身啊 有時候很遠說 修身我在這兒 修身 小牛這件事情 你把它來貫穿整本書 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嗎 其實原因 當然修身就是因為 我是要寫很多父子的關係 至於這個小牛 很多人都在問我說 小牛到底是什麼 有人猜說是我家狗 有人說是我妹 有人說是我媽 還有人說 你是不是有一台藍寶堅迷的小牛 沒必備 完全都不是 它只是一個小牛隊 大家是小牛隊 它是一個NBA的球隊 因為我支持這球隊 已經二十多年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當成是一個 主軸吧 或是一個身體的質感那樣子 貫穿整本書 然後來從我小的時候 寫到近期這樣 出這本書 畢竟有寫到爸爸 所以你有先給他看過嗎 我本來是想要出版之後再給他 我那個時候想得很天真的耶 因為我們要出的日期 剛好是在8月8號之前嘛 我還想說 哇 這是一個超棒的 父親節禮物 後來還是覺得說 啊 先給他看一下好 所以我在叫稿的時候給他看嘛 結果哇 真的殊不知 他就從口袋拿出一張紙 已經折了四份 這樣打開打開 它還是A4的紙 從後面可以透出來看到 滿滿的寫滿的東西在上面 一條一條的去列書 他從第一頁開始看 他覺得哪裡不妥 哪裡要改 然後一條一條的跟我講 從那天之後 我覺得我們就變得比較正常了 因為之前冷戰都是不講話 然後可能過一陣子之後 又開始聯絡 但是都不會去把曾經發生的問題講清楚 但他那一次 第一次選擇坐下來跟我好好談 從那天之後到目前為止 就會有一種 就像我現在很自然跟你聊天這樣子 的感覺 但是在這之前 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像這樣自然的了解 那時候我們說到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看到那個背面的第一句話 就會讓大家覺得 是會很慚愧嗎 就是講說 與父母的距離太近其實會崩潰 然後距離太遠其實會慚愧 很多人都會有很多想要表達 或是想要做給父母看的 可能因為太投入於 自己想要去表現這件事情 可能會忽略掉父母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可能身體越來越不好 你不覺得這個取捨其實是很困難 對啊 我真的覺得 其實就算再怎麼親密 還是要有一個距離感 因為距離感真的是有一個他的美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在講到父子 或是父母跟小孩子之間的時候 你年紀越大真的就會開始碰到一些難題 感覺要各自獨立生活 但是他們又漸漸的年紀大了 你又感覺必須要去陪伴他們 但是分開這麼久 生活習慣又完全不一樣了 一定有很多衝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解決的一個難題 但是因為我自己常常告訴自己說 因為我爸媽也是第一次當爸媽 也應該要給他們一些機會 他們也在學習怎麼當爸媽 我們也在學習怎麼當小孩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事情 雖然有時候有衝突 可是就是又很新鮮 就是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嘛 所以就是不同的感覺 我爸其實就是在看稿 在討論這個稿子 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說 你沒有小孩 你不懂當爸爸是什麼心情 很多你覺得囉嗦的 其實是我們真的很想要避免你 或是去讓你不要再重新犯過 我們曾經犯過的錯 這本書裡面有寫到 因為剛剛是在講修身與我嘛 現在我們可以聊一下 有石還有小牛 所以這本書其實是非常大量的 NBA的故事貫穿在裡面對不對 是是是 因為這個球隊我支持20多年 然後一個球隊像所有事一樣 他都有他的高低起伏 對 他的高低起伏 剛好跟我這20年的人生 的那個高低起伏 其實是滿吻合的 所以我就有一種 對照組的這樣的概念 把它放在裡面 這怎麼開啟了 你喜歡上這支球隊 這當初真的是因為 因為我在溫哥華住8年 我那個時候這支球隊的 一個主力球員 那個時候在加拿大的媒體 也一天到晚抱著 所有人就在Focus 就是抱著加拿大之光 這樣的概念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他還加入這支小牛隊嘛 所以我就跟著他一起 就就去開始關注這個球隊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就慢慢慢慢的 就是擴散 把愛說的擴散給整支球隊所有人 除了看體育之外 你也會去看戲劇的作品 戲劇也就會啦 就比如說現在當紅的一些 台灣的戲啊 或是美劇啊什麼 當然一定會看一下 但是我還是會比較常看的 就是卡通啊 怎麼跳到 我很喜歡看卡通 然後看那種動物頻道 比如說抱去追羚羊 羊羊就一直跑一直跑 然後你就在想說你要支持 支持羊羊 抱還是要羊羊 對 被抓到之後就會覺得好難過 反正我就是很喜歡看一些 莫名其妙的東西 你有曾經失控過嗎 不小心就超出現了 因為我讀到一個資料說 你有去冰島 感覺算是一趟放飛之旅嗎 你自己覺得 我從來沒有一個人這樣出國過 我一方面滿緊張的 就是一種緊張又興奮的心情 尤其在落地的時候 我記得我出機場 然後那時候 因為落地其實已經半夜了 我完全不知道我接下來要幹嘛 因為我的旅館都沒有訂 但是那個時候的心裡的放鬆 跟一種好像這個世界 只剩你一個人的那種心情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再經驗過 就是忽然很踏實的那種 又很踏實 但是你又不知道接下來要幹嘛 總共去了幾天 十天左右吧 十天 那這十天你有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嗎 我想要自己去某一個小鎮看的時候 然後也是開到山上的路 突然下大雪 接下來是下坡的路段 因為在剛下雪所以就結冰了 所以我的車子就失控 冰島的路其實是沒有那個路障的 所以我這樣子滑滑滑滑滑滑 然後硬踩沙車 那時候好像也不能硬踩沙車其實 對 就是要放掉對不對 對 然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因為你直覺就硬踩沙車 好不容易停下來 我就發現就一抬頭看到 怎麼感覺怪怪的 因為眼前一片好像都沒有馬路的樣子 所以我就悄悄把門打開 發現我已經有一個人開始超出那個路面 我覺得再晚一點沙車我就飛出去了 那個當下 我大概待了半分鐘吧 我就開始大狂 我就覺得到底在幹嘛 我到底在幹嘛 然後包括我過去半年累積的離婚 情緒 那時候真的整個爆出來了 但在這個旅程結束 踏上飛機回到台北的時候 應該心情轉變跟十天前 應該差很多 就是放下吧 就是我們一天到晚都會講說放下放下 但是那個放下的力量其實很難做到 對 但是我經過那件事情 跟蘇黎也寫到另外一件事情之後 突然覺得好像 這世界沒有什麼事情是需要花這麼大力氣把它一直糾結在心裡面 好像其實事情可以很簡單 那你覺得這個已經算是最放飛自我的一趟旅程了嗎 算是有原本的框框裡可能有半腳踏出去 所以你沒有完全踏出去過父親給你的框框 應該就只有一次吧 出國的時候父母是希望我就念一般大學嗎 因為我功課一直不好 所以我就自己決定休學 自己去跟人家組個樂團 自己決定去學錄音 對 就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決定 而且自己把它做完 做完之後才跟他們說 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稀鬆平常 但對我爸來說是一個大逆不道的事情 對 因為他覺得我們花那麼多錢送你的小孩出去 結果你既然自己決定要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都沒有跟我們說 我當下的心情是 我長到二十多歲 我終於第一次幫自己做了一個決定 而且我覺得是很好的決定 可是當我跟他講之後 就鬧翻了 然後一整年都沒有聯絡 看完你的說 我回去也是 也不知道怎麼表達對父親愛的 就是不要這麼容易被他點燃 我覺得這是第一步吧 就很難啊 假設說 今天有人cue說 欸你去抱你爸一下嗎 什麼 你做得到嗎 沒辦法 是不是 我那時候出書的時候 我出書的時候 我就跟出版社說 拜託任何的訪問 我先打個不要cue我 就連勾肩都不要 但是每一次拍照的時候 都還是會說 欸來鄭權你去抱一下你爸爸 喔不行喔 那摟一下吧可以吧 喔好 然後摟那個手史上最僵硬 就是一個安全距離 好像在抱女明星一樣 就是要有一個安全距離 我覺得這就是 每個家庭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 你跟你爸爸的相處 這是一個很棒的 告訴大家的相處的模式 沒有一個既定的模式 但是我覺得 如果可以找到一個 很平衡的方式去相處 我覺得 對 這個家庭就是 互動很棒的家庭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這本書 修身與我 有詩還有小牛 要推薦給大家 各大通路啊 書店啊 或是網路上 其實都找得到了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有什麼計畫嗎 接下來就是一個 讓我很緊張的 就是我要第一次演音樂劇 要唱歌的 對 然後 為什麼緊張 是因為它這部戲叫做 不讀書俱樂部嘛 它是一個影集式的音樂劇 已經演這是第三集 我接替的那個角色呢 原來是周定偉先生演的 定偉呢 把這角色刻畫得非常好 本身又已經很會唱 然後裡面沒有要跳舞 但是很多肢體的動作 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啦 再次謝謝正希哥 來到我們的命運作生活 希望大家可以多做知他的新書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哈囉 Cbook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梁振群 歡迎大家來追蹤 Cbook